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那么今天小妹来说一下皮卡车 皮卡汽车是一款既有轿车般的舒适性 又不是强劲动力 虽比轿车的载货和路面是一能力还强的小型货车 美国和日本是皮卡的主要生产国 但其实我国也有不少喜欢皮卡的朋友 并且时间带来的魔力也是巨大的 我国生产的皮卡的各项综合质量都在不断的提高 现在一起来看看机装大众接受度高的皮卡吧 上汽大通T60 这碗汽车在同级别中的关注度排名第10名 高于同级别车的综合评分2.99% 是一款稳重大气 动力充沛的不错选择 市场参考价为7.58到22.98万 普通配置只要10万左右你就可以带走它 这款车搭载是2.0T 决列四缸的沃轮增压 并配备6档手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为360牛米 165千瓦 车身尺寸为5680 乘1900乘1809 空间充裕 是一款不错的选择 江淮涮0T6 同级别的关注度排名第20名 高于同级别车综合评分7.2% 是一款外观实际上大气 兼具稳重的汽车 市场参考价6.98到13.78万 搭载2.0T 直列四缸的过轮增压和五档手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为每320牛米 102千瓦 如果你也喜欢皮卡 这两款车可以成为你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